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笑不出来了 我 应该是昨天 在我自己视频后台呢 会看到一些网友在我视频下面留言 然后他会 无论你什么时期的留言 他都会被你看到 然后呢 还有 第一时间里吧 就是说你的视频 有些网友留言的时候 你会看到 他会 这个留言会跳出来 跳出在屏幕上 我一下看到是7月17号 是一个人在我的 上一个视频 说到张扣扣的一个视频中 然后我找回去的时候 没有找到 他说到张扣扣走了 是怎么样 因为我也是在匆忙中 没有太仔细看 结果今天 现在是7月18号 我又看到了一条消息 是说张扣扣一路走好 这样子 于是我就 这几个月担心的吧 这件事还是终于发生了 今天晚上吃完饭喝了点酒吧 喝点啤酒 一下就想起他来 我相信我们不是故作多情 我相信这么好的青年 他在回到社会的时候 他会比一般的青年会更好 会更珍惜人生 会做出更有意义的事情 因为你仔细想想他的人生里 他女朋友都没有 没找过女孩 就是那么一心一意的去 微笑见他的母亲 真的太感动了 所以我很早的时候 看到他这些事情以后 在我的钢琴面前 为了他唱了一首歌 我说希望他能听到 好像现在没有听到 那也不重要了 因为他是个好青年 他是个好孩子 他跟我的侄子 外甥是同年龄的 我的外甥跟侄子 就过着非常 普通的生活 他们结婚了 生孩子 跟着扣扣这样一个 普通的男人 一个男孩 你说他的家庭 那么普通的家庭 攒了那五万块给父亲 五万块是很难攒的 他要当兵 然后省吃俭用的 留给他父亲 但是听说那五万块 也被收走了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现实 感觉那么的无力 法律是可以有情的 就是被那些无情的人 在操控着 我看到一个留言说 一个留言说 当年如果杀扣扣扣的妈妈 才发了九千多块钱 那如果算一万块钱 一个人命的话 那扣扣扣可以拿出三万块啊 拿这三万块 也可以存活 还有很多愤愤不平的 对张扣扣 他的去世 他的不幸 表示很多的愤怒 和公平 我看到一些网友们的留言 我也很感动 说他的一生 也就这样走过了 三十多岁 然后也没有活到一个 普通男人的一个 一个人生过程 多少人二十几岁恋爱 然后有机会考考大学 什么过过婚礼 做着自己的人生的梦 可是张扣扣 他一样都没有 从这一点 真的他是值得我们同情的 他为了 要孝敬他母亲 他为了报这个仇 他为了要一个公平 他真的牺牲了 他正常的人生 来做这件事 我相信你把他放回到 普通的一个社会环境下 他会是一个非常好的青年 他只是要完成 他就是心灵的这个不平 心灵的创痛 那种创伤 他没有别的办法 没有别的方式 来完成 而且他那么勇敢的 那么有计划的去 去杀人 那你从表面上看 他是应该被谴责的 他是应该被 法律制裁的 可是大家还 千万不要忘记 他为什么这样做 我们不能对一件事情 不问他的来龙去脉 不问他这样行为的一个 原因和背景 而却仅仅指责他 去杀人 他杀的是什么人 他为什么杀人 我相信 在中国的社会 对这个问题 有很大很大的争议 有很大的争议 但是对我个人来讲 我们都有一个非常普通的 一个公民的心态 和一个健康的一种理念 那就是说 你无辜的十几岁的孩子 自己的亲生母亲 他的世界是很小的 一个14岁的男孩 他的世界是很小的 他的世界只有妈妈和爸爸 还有家人 他的精神上的依靠 他的生活来源 那当他看到他 最热爱的母亲 那无辜的被打死 而且就在气喘兮兮的 最后就死在他自己的面前 这种创伤是时间 事情 什么事情都不会弥补的 都不可以的 而且更糟糕的是 当这个杀人犯 他们一家人 又有权 又有势 又有钱的时候 可以从死刑 办成清缓 清缓在很早的释放 大家都知道这样 但这个过程 就是已经让 张寇寇 他已经别无他者了 没有别的选择了 于是他那样 幼小的心灵 他看到发生在 这个社会上的事情 他怎么有可能 说是去 当时那么幼小的时间 那么一个 最弱的一个群体的状态 他怎么可能去说 我未来我要掌握大权 我要去杀尽那些邪恶的人 他不会有这种境界了 是不是 那更理想的说 那你可以去学法律 你可以当个律师 你可以去用你的 通过你的大学 通过你的知识 来去帮助整个社会调整 这不是一个人能做到的呀 而且他的思想境界 也不可能 被什么人引领到 那样一个层次 非常遗憾 他没有达到那个层次 而且他只是简单的 想法就是说 谁杀了我的母亲 谁就来偿这个命 我觉得这个是最质朴的 而且也是最正确的 我心中真的一直是担心 因为我拍的第二个 关于张寇寇的视频的时候 是我看到华永在呼吁 说救救张寇寇 然后还有一个律师 在帮助张寇寇搞一个签名 然后我也是传递了很多 当时在YouTube YouTube上发了 在我视频下边 然后还有推特 我都转了 还有通过我的Facebook 现在都很难知道结果 所以我的心一直 当时就悬着悬着 我就这样 好像这样手在 手指相扣 我就说 哎呀张寇寇 希望他没有事 希望他的 盼的死刑 能再延缓延缓 所以就慢慢就淡忘了一下 这件事 结果一直到昨天 就那么巧 昨天是7月17号 我看到这个 然后今天证实了 所以我在看张寇寇的 他那样一个心灵里 他的内心世界 就是要做一件事 就要夺去他母亲生命的人 要赔偿 这是我们人情之间 情理之间 再正常不过的了 最后我完全接受 非常残忍 非常残忍 我还看到 有一个上传的视频 是 最后那一枪响的时候 张寇寇的 那样被倒下的那一瞬间 那样我真的看不下去了 真的看不下去了 我只是希望 张寇寇也能一路走好 更希望张寇寇的母亲 在天之灵 能感应到这份 孝子的爱 这么多让人难够的事 总是发生在 我们自己的国家 然后刚刚特意在 我后院 剪下一只 非常 粉色的玫瑰 它的味道真的很香 这样的张寇寇 你真的没有过什么浪漫 你是个好孩子 你是个好青年 是可惜 可能你上错了国家 但愿这种粉色的玫瑰 那又愿纪念你 作为在中国长大 现在在阴火生活的 一个普通的中国女人 对你的取势 对你的不幸 真的 非常的无助 这是我今天唯一的办法 唯一的方法 我相信在世上 在中国 所有有良知的人们 看到你的不幸 他们都会 为你哭泣 我相信 在中国 所有的母亲 看到这样一个孩子 为母亲 而献出生命 而献出她一生的幸福 我们会为这样的男孩 表示安慰 我做一个母亲 我被深深地感动 这就是我的真实 我相信我们人类 如果离开了真实的情感活 这还有什么意思呢 就是张寇寇有你一份 你自己那份真实的 爱的情感 才让你 走上这条不归之路 我真的钦佩你 我相信你 在天之灵 也是个好汉子 相信你 在天之灵 你还保持着你的纯洁 一路走好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